平时发布追杀令的事情比较常见 反正追杀个把天也花不了个钱 不过今天的追杀令 实在是让整个游戏都沸腾了 首先发布追杀令的一方 那是北部大陆的三大工会呀 加起来的人员起码也超过千万了吧 至少是占北部大陆一大半的玩家人口 他们居然一起发布了追杀令 要知道工会一般是不会发布追杀令的 因为发布追杀令不光是对工会自身有些影响 而且工会一般不会跟一两个玩家过不去的 这实在是有点丢份 其次是被追杀的一方 居然是公子幽和秋水不染沉 公子幽是什么人 秋水不染沉又是什么人 在马卡大陆上估计除了刚刚进入游戏 没几天的新人之外 不会没有人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 两个人都被誉为单刷王 两个人都是顶级玩家 一个是猎人的楷模 一个是法师的标杆 他们的操作深呼其神 他们的走位风骚至极 更重要的是 他们代表的就是传奇 代表的就是传说 可是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现在却成为了北部大陆三大工会 联合起来追杀的对象 实在是不得不让人匪夷所思 这两个人怎么会一起被北部大陆的三大工会追杀呢 难道是偶然碰到了一起 就算偶然碰到了一起 仅凭两个人的能力 又怎么可能对一个大型工会造成什么威胁呢 而且从现在的情况上来看 好像不仅仅是一个大型工会 而是三个大型工会 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通天的本事 居然一起得罪了三大工会呢 这真是太匪夷所思了 整个世界上闹得沸沸扬扬 甚至已经出现了很多个版本 不过当时的三大工会 并没有出面解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甚至连三大工会里的人 都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发言的 这更是给世界上留下了无边的遐想 除了三大工会 被追杀的两个人也没有发表什么言论 倒是四个大陆的各个玩家们 对于这种没头没脑的事情 几言不合地就掐了起来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叶茨看了一伙世界频道 眼见着这一场追杀令 变成了掐架大战之后 叶觉得索然无趣 直接关上了世界频道 然后给秋水不染尘放了一只鸽子 你那边可还好 不一会儿 秋水不染尘的鸽子就飞回来了 里面就一句话 焦头烂额 你自己保重 叶茨可以想象得出来 秋水不染尘现在的情况 虽然作为他来说 不见得会有哪个玩家真的能杀了他 可是追杀令这种任务是无限发布的 只怕 只怕杀秋水不染尘的玩家 是源源不断的络绎不绝 秋水不染尘尚且如此 只怕自己这边很快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叶茨叹了一口气 唉 别罢 他也不是一个怕事的人 这种事情既然发生了 那就无所谓结果是什么 主要他自己小心 倒也不怕会被人真的挂掉 虽然世界上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叶茨回到了工会驻地中 并没有太多的人来问这件事情 叶茨一开始以为是工会里的人 大家都不算八卦 后来才知道 是白沫和吉时宇怕他心烦 就将大家的好奇心都给按了下去 不过最后还是叶茨主动将这件事情 在高层会议上说了出来 这才算是知道了石墨的工会高层们 一个个呼出了一口气 放开那个妹子 第一个就跳出来说 就算如此 那三大工会未免也太欺负人了 居然这样发出追杀令 公子 你最近还是不要出门好了 要不就跟着工会下个副本 这样 那些接了追杀令的人 想要下手也不容易 这种追杀令 对于敌对大陆的玩家 是很好防范的 可是 对于同大陆的玩家 可是一点都不好防范 因为 因为除了接了追杀令的玩家和被追杀的人 能够互相击杀对方之外 哪怕是同一个小队里的玩家 也是没有办法帮忙的 这也让大家对于叶茨的安危 十分的关心 所以 既放开那个妹子之后 不少高层也提出了让叶茨最近还是跟团的方案 吉时宇却看了看叶茨没有说话 他知道 按照叶茨的心思 只怕不会这么闲下来 白莫也转头看着叶茨说 你怎么看 要不最近 就跟着大家下下副本吧 跟着到不对 就算有人接了追杀令 也没有什么办法 叶茨却笑了起来 他摇摇头 大家不用太担心我的安危 吹杀令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 只要我平时注意小心一点 组队的时候谨慎一点 应该是不会有其他问题的 现在副本的团队基本上都是满员的 如果我去了会占了名额 大家还是按照原来的成员继续下本吧 我会注意自己的安全的 既然叶茨已经将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大家也就不再继续追究这个问题了 毕竟 一直在一个问题上 让弯子是浪费资源的一种象征 而且大家都互相了解 叶茨并不是一个喜欢客气的人 如果他真的需要的话 一定不会跟大家客气 开完会 叶茨和白墨一起走出了会议室 白墨笑着看着他说 真没有想到 你一出去就弄出这么大一个乱子 现在北部大陆的三大工会 是不是恨死你了 恨不恨死我倒是无所谓了 我只是在想 这件事情发生的实在是有点凑巧 其实 我和秋水不染尘 也是在无意之中 弄出这个事情来的 再说了 那雪崩 归根结底 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不过是趁人之危 占了点功勋职的便宜 现在却被三大工会联合追杀 而且发生在盛世进入命运之前 要是盛世进入命运之后 会不会就此做出什么不利于 我们天天向上的事情 叶茨叹了一口气 将刚才不曾开口说出来的担心 告诉了白沫 白沫摇摇头 只是微笑 这些事情不用你来担心 你呀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一切都有我在 叶茨望着白沫 心里面有什么地方 用动起暖暖的水 似乎将他所有的不安 全部通通地压了下去 世界上最温暖的几个词 还有一个跑腿任务就在墨家庙平原 不过当时那种情况我也去不了 只能作罢 还有就是北部大陆的秘银矿卖的事情 我本来想 就算我找不到是哪个工会开启了任务 也可以开仇杀 杀了NPC 只是被雪崩这事一搅和 什么也做不成了 所以 这一次北部大陆之行 只能说走得马马虎虎 实在算不得办成了什么事情 叶茨叹了一口气 虽然跟自己说不要介意 可是人心难免贪婪 说起那北部大陆的秘银矿卖 他还是多少有些介意的 行了 有了两处矿卖已经很不容易了 虽然你弄回来了一束花开 还有两个很有用的奴隶 但是 等到他们成长到能独当一面 还需要不少的时间 这段时间内 整个游戏的形势 还不知道怎么变化呢 虽然 你想抓住秘银矿卖的心思 很不错 但是 人呀 不可能样样都抓在手里 必然有所轻 有所重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连一个秘银矿卖都守不住 能有两个背锁 实在是有些 抢我们锁难了 我知道你有些不甘心 不过 适当地放手 其实 也不是什么坏事 白墨自然能看出 叶茨心里 到底在介意什么事情 他伸出手 拍了拍叶茨的肩膀 叶茨哼了一声 虽然这个道理 他也懂 但是毕竟 有些不甘心 白墨 呵呵地笑着 你现在 是不是还有任务 要去做 那就快去吧 至于现在 还做不到的事情 就先这么放着 叶茨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 点点头 现在 只能如此了 他们既然 首先选了 发展生活技能玩家 那么 前期的工会发展 被抑制了 也是必然的 这希望这个前期 能早点结束吧 他看了看白墨 有这个人在 他其实 不用担心太多 不是吗 他笑了笑 那好吧 我就走了 去吧 有事情 我会第一个到的 白墨又揉了揉 叶茨那一头 银色的头发 阳光下 他的微笑 好像是春风一样的温暖 叶茨低头 翘了翘嘴角 没有说话 只是 快步地离开了 一边走 一边抬起手来 冲着身后的白墨 晃了晃 才走到 工会传送NPC处 叶茨便看见了 弹破浪 他正坐在那里 上下翻飞地 玩着手里的 两把匕首 在阳光下 那两把匕首的刀刃上 闪烁着点点寒光 一看就知道 不是什么反品 他看见叶茨来了 抬起头来 看着叶茨笑 嘿 我说 好久不见了吧 那是你上学忙 从也不回来 嗯 也是 弹破浪点点头 然后又说 学校让我们报志愿了 我第一志愿 舔你和莫哥的学校 有把握吗 叶茨也坐了下来 弹破浪因为 学业越来越重 上游戏的时间 越来越少 刚进天天向上的时候 五十多几 到了现在 也没有冲到六十几 今天是中考过后 难得的有些时间 便爬上了游戏 还行吧 我想争取保送 这样我下半年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玩游戏了 要不然 跟着大部队走 太累了 弹破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又吐了出来 看得出来 这高三的压力 让他十分疲惫 距离保送还差多少分 上次模拟考的时候 总分差十几分 主要看这次中考 接下去的几个模拟考 还有期末 要是成绩稳定的话 期末考的时候 基本就能确定 我的保送名额了 弹破浪歪着头 冲着叶茨微笑 他身上穿着一套灰黑色的套装 看上面的花纹 也知道是好东西 虽然并不是现在的顶级装备 可一定是他这个等级的 最好的装备了 叶茨伸出手 揉了揉他那柔软的黑色头发 微笑道 加油 一定可以的 我听干妈说 你的腿还是用不上力吗 弹破浪有些担心 今年你的考试可怎么办呀 会挂科吗 粉碎性骨折 哪有那么容易就好的 叶茨似乎并不在意这个问题 考试嘛 有白墨在 他猜题比较准 有他给我开小灶 应付一下期末考试 应该还过得去 弹破浪只是看着叶茨 他咬了咬嘴唇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现在提这茬 会不会被捏死呢 叶茨看弹破浪好像欲言又止的样子 不禁问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弹破浪立刻摇头晃脑 没有 能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关心一下 你今天被北部大陆三大工会联合发出追杀令的事情 哦 那个是啊 没有什么 你要相信我不是那么容易死的 叶茨得意地笑了笑 弹破浪想了好一会儿才说 如果是流年 也接了追杀令呢 流年 叶茨的眉毛拧了起来 他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这个痞子的名字了 久到他都快将这个家伙丢到抓把锅 彻底地遗忘了 却没有想到 这个家伙又不知好歹地冒了出来 这让他又些许担心 其他人都还好说 只是这个家伙不太好对付 先不要说他们两个人的技术 自己多少还是比流年差一点 就说那个家伙的无耻程度 他就永远无法用正常人的大脑 去猜测这个家伙会做出什么 分以所思的事情来 你怎么知道流年接了追杀令 叶茨问 弹破浪转了转眼珠子 总不能告诉他 自己其实在创世纪的论坛上还有账号 虽然从来不露面 但是潜水这种事情 他还是经常干的 所以 在刚刚爆出三大工会 要追杀公子优的时候 他就已经爬上了论坛看过了 果不其然 从来不露面的流年 居然在追杀人那里 第一个就报了名 他想了一会儿 然后说 我去NPC那里 查过了 他没有匿名 接了追杀令 追杀令 要在专门的 指定的NPC处 进行接受 在接受的时候 可以选择匿名 或者不匿名 不过 一般接受追杀令的玩家 为了避免被人记仇 所以都是选择 匿名的 而像是流年这种 选择不匿名的人 要不就是太强悍 根本就不怕记仇 要不就是太白痴 根本就不知道 记仇不记仇 这件事情 不过 根据谈破浪的理解 流年选择不匿名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以上两点 而是因为这个家伙 根本巴不得 让公子又惦记着 谈破浪叹了一口气 忍不住付费 感情这个东西 真的是很奇妙 就连流年这种 逆天的家伙碰上 似乎智商 也会被无限拉低 难道他不知道 自己这么做 其实很幼稚吗 他不动声色地 看着叶子的面孔 连他脸上的 一点点表情 都不放光 果然 叶子的表情 很是奇妙 他的嘴角抽了抽 眼睛眯了起来 然后再冷冷地 哼了一声 哼 白痴 有本事来东大陆杀我 谈破浪低下了头 想了一会儿才说 叶子姐 你觉得流年 能不能杀了你 叶子认真地 想了想这个问题 然后客观地回答 看当时的环境 有利于我的话 我能杀了他 如果 无利于我的话 很玄 明白吗 我没有想要 我能杀了你 我能杀了你